晚 十七点以后 体温高 运动表现好 傍晚五到七十左右体温最高适合运动 不易造成运动伤害 很多运动员都是在下午 傍晚表现达到巅峰 且运动时体温上升 运动后体温下降幅度相对大 有助睡眠 另外提醒 睡前三小时不宜激烈运动 因为运动促进血液循环 会比较有精神 影响睡眠 晚餐吃得像乞丐 不宜吃太多 太油 且跟睡眠最好相隔至少二三小时 留给肠胃足够的时间消化吸收 建议晚餐前不妨回响一整天营养摄取得够不够均衡 比如中午用餐肉类 蛋白质 吃太多 晚上就少吃肉 多补充蔬果 平衡回来 要关心自己吃进去的东西 如果发现自己中午外食蔬菜量太少 晚上就会烫青菜来吃 并吃水果 如果晚上也没办法吃菜平衡回来 那就表示不能长期过这样的生活 营造好睡氛围 晚上九点后 脑部的松果体开始分泌促进睡眠的褪黑激素 人会略感困倦 一条暗灯光 准备睡眠环境 杜克 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谢伯让指出 古人日出而坐 日入而息 非常符合生理时钟的运作 但现代人创造了人造光线 太阳下山后仍不断刺激中央时钟是交叉上河 欺骗他 让他以为是白天 抑制退黑激素 延后生理运作周期 变得晚睡 因此建议预接近睡眠 预要减少光线刺激 包括手机 平板电脑最好都别用 进宵夜 晚上十点后 肠胃蠕动速度减慢 肠胃也和中央时钟同步 准备休息 最好不要吃宵夜 不易消化 影响睡眠 国外有研究让一组受试者早餐就摄取一整天所需热量 只吃一餐 另一组睡前吃 摄取的热量相同 但睡前进食者体重一个月后平均增加两公斤 这说明进食时间很重要 睡前已没有太多活动 热量消耗不掉 就囤积起来变成脂肪 进入梦乡 晚上十一时左右是生理时钟的低点 加上白天以来累积的睡眠债到此时达到最高峰 是入睡最佳时机 聪明开夜灯 促进睡眠的褪黑激素在黑暗中才会分泌足够 因此开灯绝对是好眠的敌人 建议老人家如果怕夜里起来跌倒 可以再走到 洗手间装夜灯 常者本来就浅眠 如果开大灯 光线刺激褪黑激素停止分泌 上完厕所就睡不着了 如果孩子怕黑 怕鬼 必须开灯才赶睡 建议踩折中方法 抬灯接上定时器 设定半小时 就算影响睡眠也只有前半小时 关冷气 凌晨四十三十分左右左右体温最低 很多人习惯开冷气睡觉 此时可以关了 我还是要有最高院的情况 太灯了 学焦了 太灯远々加ła 孟人家